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史书的总称 他上起传说当中的皇帝时代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 清朝乾隆初年明史完诚 加上旧堂书和后来从永俄大典中记录出来的旧代史 于明代以前成书的二十二史 经乾隆皇帝的清定合称为清定二十四史 他也被称为正史 也有人将民国时期成书的清子稿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 他囊括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计算体通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 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纪 之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 从三国开始 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尊名 史记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当中的皇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朱子百家的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 以及史记作者司马迁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史记的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史马迁对收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 史马迁的父亲史马坛找年旧立志要撰写一步通史 官员前110年汉武队进行封禅大典 史马坛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 却因为生病无缘参与 他因此心中愤猛 以至于病情加重 他临终前托福儿子司马迁说一定要完成为父的遗愿 司马迁只曾复制 继任为太子令 公元前104年 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 五年后 武帝派自己宠妃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 大将军李广的孙子李玲随从李广利押运之重 李玲带领着5000士兵孤军深入 匈奴以8万骑兵围攻了李玲 经过8兆亿的战斗 李玲斩杀了1万多匈奴人 但由于他得不到资源 他最终被俘 李玲兵白的消息传到长安后 汉武帝本希望他能够战死 后来汉武帝听说他却投了刑 汉武帝寻委太子令司马迁对此事看法 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汉武帝 一方面尽力为李玲辩护 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的意思是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汉武帝于此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不久 有传闻说李玲为匈奴练兵 汉武帝信以为真 便草率地处死李玲的全家 而司马迁则被定为死罪 根据西汉的法律 被判死刑的人 可以凭借先祖的功勋免除死刑或者花钱买命 司马迁都不具备以上条件 司马迁选择了最后一个免死的方式就是接受功行 接受功行以后 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 这对于司马迁来讲 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之后 他将全部的心血都用在史记的编写上 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 汉武帝就认为司马迁叙述有意贬损自己 不经勃然大怒 汉武帝命人将相关的书简弄掉 当时的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 关于司马迁下约 另一种说法称是司马迁推荐李林所导致的 在司马迁受功行前司马迁就有个女儿 他的女儿后来嫁给梁厂 梁厂在汉昭帝刘福宁时期官司宰相 他与司马迁的女儿相有三个儿子 司马迁生前一直防着死记被汉武帝焚烧 他把死记藏匿在女儿家中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的年间善终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死记之后便隐居山也不知所终 东汉学者魏宏认为司马迁最终因口出怨言而被下语致死 杨上的刺史杨运自幼喜欢读死记 他认为他外祖父写的死记价值堪比孔子写的春秋 杨运靠告发霍公儿的谋反而被封为侯爵 在汉宣帝时期杨运开始把死记内容向社会传播 当时汉宣帝在民间结交的朋友戴长乐 因戏楼宣帝继位经过情节为人处告发 戴长乐认为是杨运所为 他上书告发杨运有诽谤朝廷的罪行 宣帝于是下令将两人免职 削之为民后的杨运 干脆的大肆享受人生 这引起了他的老朋友安定郡太守孙悔忠的关注 他写信劝杨运要低调 对于孙悔忠的劝解 杨运却不以为然 他给孙悔忠写了回信 表现出不懈之意 另外杨运还写到对朝廷的抱怨 之后朝廷突然派兵来到杨运家中 此时杨运不知道为何抓他 廷尉告诉他 有人举报他不思悔改 正当杨运想辩解的时候 廷尉收出了那封信 后来这封信被廷尉递送给了汉宣帝 宣帝看法怒不可 认为杨运犯了大力不道之罪 便下令出以腰斩之刑 杨运被腰斩之后 其好友孙悔忠也被罢官贬为庶民 此季的传播也由此中断 此季成书后 由于他被指责为一端思想的代表 因此在两汉时期 此季一直被视为离京叛道 在西汉即使是诸侯都没有全版的时季 由于此季中有大量的宫廷密室 西汉严禁泄漏 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手到该书 汉宣帝时期 其中已经有不少篇幅 不对宫廷官员开放 到了东汉更是缺少了诗篇 时期比较广泛的传播流行 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 此时皇室依然不愿意公开全部的时季 被删减后仅十余万年的时季 在东汉以后既失传 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续补版的时季 唐朝时期 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 知识分子对时季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纵援之后 时季的声望与日俱增 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 时季的书也源源不断的出现 时季在流传过程当中失去了原貌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 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 班国的父亲班彪对这些续篇感到十分不满 于是他写了65篇作为史记的后传 班彪死后 年仅22岁的班国 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 约8年之后 他被人告发 说他失作国使 于是班国被逮捕入狱 他所做的汉书也被朝廷没收 有一种观点认为 班国的家族所依靠的窦士 因在五年前强迫六安侯修妻 改取窦士之女为妻子 引起了汉明帝的不悦 汉明帝不仅没收了窦士家族掌握的兵权 还远近了窦戎 窦士家族的失事 班国家族也受到了连累 面对这种严峻形式 班家上下十分紧张 害怕班国凶多吉少 班国的弟弟班超 便骑上快马赶入京城洛阳 打算上书汉明帝 替班国申冤 这引起了汉明帝的重视 班超将复兴两代 几十年休死的辛劳 以及宣扬皇族的美德的意向 全部告诉了汉明帝 此时书稿也被送至洛阳 明帝读了书稿后 对班国的才华感到惊异 他立即下令将班国释放 随后班国被任命为掌管 和叫定皇家图书馆的官员 班国随后被安排编转 东汉开国皇帝的事迹 班国很快完成了四足本纪的修转 并得到明帝的赞扬 此时班国官机虽低 但却经常有机会与皇帝见面 后来凭借着班国的关系 他的弟弟班超也获得了官职 汉明帝更是下诈 让他继续完成所著指书 班国从诗传汉书到寿造修史 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从此班国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而且有了注尸的合法性 公元82年 经过25年的编撰 汉书初步完成 全书技术从刘邦建立西汉 到王莽被杀为止 共记录230年间的历史 汉书搬出后 受到当时学者们的争相阅读 汉书与史记同为计算题史书 不同的是 史记是一部通史 而汉书却是专一讲述西汉译朝的历史 顿代史体材是班国的原创 以后历代证实都采用了这种体材 另外 汉书多用古字古译 文字艰深难懂 以至于班国同时代的人必须为汉书做 因义的注解方明不懂 从思想内容来看 汉书不如史记 班国常批评司马迁 司马迁则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从司马迁到班国这一变化 也反映了东汉时期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 已经在史学界立有了脚跟 班国所述的汉书虽然得到皇帝的赏识 然而他的官职却不高 张帝离世后 宁仅十岁的汉河帝纪委 窦太后临朝设政 他启用哥哥窦县掌管大权 窦县是窦容的征身 当班固得知窦县率领大军攻伐匈奴后 便决定投赴窦县 班固之后撰写了窦将军北征颂 对窦县北征匈奴大家的歌颂 此时的窦县因为平定匈奴有功 官员的升将都由他一人决定 公元92年 汉河帝与宦官合谋诸楚的斗士 班固与斗士关系密切 因而受到诸联也被免职 班固的政敌重庆借机 罗子罪名加害了班固 班固被捕入狱 同年他便死于狱中 在中年61岁 汉河帝得知班固死选后 下诏谴责了重庆的公报私仇的恶力作法 并将加害班固的狱卒处死 当时汉书中巴表还没有完成 汉河帝便让班固的妹妹班囚续写班固的遗诸 班囚离世后 汉河帝让他的门生马絮补写上下的天文字 三国时期将汉书史记和刘真等人写的东关汉记 合称为三史 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关汉记的地位 在范叶著后汉书之前 讲述东汉一朝的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 然而后汉书一出 其余书便日渐消沉 后汉书的作者范叶虽出身名门 但由于是妾所生的素质地位并不高 据传范叶为母亲如彻石所生 额头被砖头磕破 于是得小名为砖 范叶从小并不受待见 因为他伯父没有儿子 他就过忌给伯父 从此他的人生发生改变 范叶有过母不忘的能力 他很小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长书全部读完 范叶还通小英律 弹得一首好琵琶 国元420年 刘宇建立南朝第一个政权宋 范叶应召出世 他在刘宇儿子彭长王刘一康手下当官 后来他因为父亲去世而选择离职 守校七满后 范叶到大将军谭道记手下担任秘书长的角色 两年后 彭长王刘一康母亲去世 下葬的当晚 刘一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伤事 在此期间 范叶兄弟两个人觉得冷清 便把朋友邀请进来躲在屋里喝酒 他们借着睡意打开了窗子 以听哀娶作为乐子 刘一康听说此事非常生气 他立即向父亲宋文帝 说了范叶的不轨行为 于是范叶被降职道的宣承当了太守 范叶因被贬职 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 从事后汉史的编撰工作 他企图以此来排解心中的痛苦 范叶凭借着个人对历史的一腔热忱 终于写出了后汉书 后汉书讲出了东汉195年的历史 范叶与东关汉记作为基本的史料依据 吸取其他客家的长处 到了唐代 范叶后汉书取代东关汉记盛行于世 而朱家后汉书 除元宏 后汉记都相继的遗失 于是范叶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最为基本的依据 后汉书大部分研习史记汉书的体力 但又有所创新 范叶是第一位在计算题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 范叶还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媒 被贬六年后范叶重新被任用 仅过一年范叶父亲大老婆去世 按理说范叶应该立即辅伤 但范叶以患病为由拖延前往 于是于是上书唐和他 但宋文帝欣赏他的才华 并未将他治罪 服伤期满后他投靠新王刘俊 刘俊不问政史将全部事物委托给了范叶 因此范叶试图唱达 文帝听说范叶弹到一首好琵琶又屡次加以暗示 但范叶却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 文帝宴请大臣借机对范叶说 我想唱歌请你为我谈招 范叶值得奉执谈招 文帝刚一唱完范叶马上停止谈招 范叶还根据同僚的特点给同事起外号 此举为同僚所不容 公元440年 孙文帝将刘一康扁到江州 孔西间因刘一康有恩于其父亲 便联络朝臣密谋反叛 此时范叶掌握禁军 有多年在刘一康部下为官 所以在网络党语的时候 成了孔西间首先留意的对象 孔西间首先结交范叶的外省 为暴打孔西间 范叶的外省就把他引荐给了范叶 孔西间认识范叶后 故意输钱给他 范叶贪心钱财 又欣赏孔西间的才干 于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 孔西间见时机成熟 就尝试怂恿范叶参与谋反 但遭到范叶的拒绝 孔西间于是以文帝拒绝与范叶联姻以示激怒他 刘一康此时更是向范叶多次表达歉意 范叶于是参加了进来 为了增加谋反的成功率 孔西间又勾结了许战芝 之后他们互相设置了官职 并把凡是他们讨厌的人汇编成一本黑名单 以便秋后算照 孔西间见事情发展顺利 便要求范叶起草政变宣言 随后他们约定在公元445年9月局势 但由于没有约好 政变未能如期举行 三个月后 徐湛之上书文帝告密范叶是政变的主谋 并承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 当天晚上 文帝秘密派人收捕的相关人员 范叶被捕后 文帝质问他为何参与谋反 范叶在仓处之间慌忙否认 文帝告知他徐湛之孔西间等人都已经招供 摆出书信证悟 范叶于是承认谋反事实 他被抄家时 他的歌迹和小老婆都身穿华丽衣服 而他的生母却只能居住在简乐的房间里 他的职质甚至冬天都没有背着 他的书服冬天只能穿着一件布衣 第二天 范叶被送往监狱才知道告密者正式徐湛之 于是范叶昌病请求更换寓所 范叶以为自己会立即被处死 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后未见结果 范叶以为尚有生存希望 不久他便被押抚刑场 在刑场上 他的妻子痛骂他不忠不孝 他的生母用手打他的脸和脖子 他的儿子捡起了地上的果皮 扔到他身上 范叶和生母妻子儿子诀别时仅仅干笑几声 而当与妹妹姬妾诀别时却痛哭流涕 他中年49岁 唯有他的孙子范鲁莲幸免于难 他离死后 他的外甥怕受牵连 毁掉了手中的书稿 致使后汉书只有计算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二十四史中 陈寿所著的三国字是最后一部由个人编撰的史书 由于陈寿初中在三国时期 对他而言 他写的就是当代史 陈寿是三国时期的蜀国人 他的父亲曾在马术手下做事 马术是接听后 陈寿的父亲也受到连累 陈寿出生于刘备在白地长相诸葛亮脱孤后的第十一年 此时三国争霸已经进入尾声 陈寿自有刻骨好学 他精通史记汉书 陈寿聪明机敏 所写文章以父礼著称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珍掌权后 陈寿得不到重用 到了宦官皇后掌权后 陈寿因不愿依附他而多次被贬 当时陈寿父亲去世 他手上期间 因为生病而让婢女伺候自己服药 被客人看见 他家乡人 因此对他颇为指责 他31岁时蜀国灭亡 西晋政治家张华欣赏其才华 推荐他去做官 但西晋开国功臣寻讯 因记恨张华而厌恶陈寿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 陈寿后来因为不满于未书的内容 而将陈寿降级为太守 陈寿则以奉养老母为由不去就职 几年后 镇南将军杜宇黎又将陈寿推荐给朝廷 陈寿因此被授予官职 但不久他母亲便离世 他母亲离世后 陈寿按照母亲的意愿 将母亲安葬在洛阳 此举遭到非议 陈寿又被贬官 此后 他将经历用于对三国历史研究上 十年后 他完成了计算题史学著作《三国志》 与陈寿同时的教后站写作未出 看到三国志后也倍加赞赏 认为没有另写心思的必要 竟然毁掉了自己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被制 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当中 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志相继泯灭 陈寿所处的时代 各种政治关系复杂 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结在一起 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陈寿对蜀国虽怀故国之情 却不掩晦刘北诸葛亮的故事 他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 实际上却是以魏蜀三国各自成书到了北宋 为了避免朝魏的魏书 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混淆 公元1003年才将三书合称为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经有亡审的魏书 吾国也有伪招的吾书可作参考 这给陈寿收集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观也没有现场的史书可见参考 收集史料就非常的困难 三国志除了在某些人的计合传中有矛盾之处外 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朝魏和司马斯多有一美支持 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另外全书只有计合传这是一大缺陷 陈寿晚年因三国志而备受战役 却也因为丙彼之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事的权贵 公元297年陈寿离世 他中年65岁 他离世后有大臣上书说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书中有很多劝戒之言阐述前世的是非得失 对金氏教化有很大弊意 恳请陛下采入其处 进会地于是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处 这无疑帮助了三国志的流传 对于今天大多数人来说 了解三国历史都是通过罗冠宗所写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 又被称为三国志演义 他是原莫名初小说家罗冠宗 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中之注解 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 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张辉体历史演义小说 公元593年 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诗传国史》评论人物 至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 进书便是这一政策的最早成果 进书由21人合作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写了四篇的史论 唐太宗比较重视历史 他在委期间完成了六部史书的修著 进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在唐太以前 有二十余部寄述禁朝的史书 唐太宗认为 这些禁史有种种缺陷 于是下诏让黄玄龄组织修建进书 进书用不到三年时间就完成 进书内容比较详尽 该书记载的历史 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的早年 下之流于灭亡东晋 该书还记长了前代禁史书座的缺点 讲述了大量神怪故事 清代学者甚至举出禁书六五达450多条 唐代史学家刘思乙也批评他不重视史料的申别 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宋世纪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 宋朝的古词的修转 在南朝宋文帝时期已经开始 当时由著名的科学家何成天草立了记转 编写了天文字和律例字 此后又有很多人陆续参与编转 但他们任职时间都很短 公元462年 南朝刘宋的史学家徐元参照前人旧稿 编成了国史 但虚然不久为宋朝所赐退 宋朝国史的修转也就停了下来 公元487年南起政权命沈约修转送书 沈约虽出山豪门 但他的父亲早在宋文帝时期就被诛杀 沈约当时年纪还很小 偷偷地跑掉了 后来赶上朝廷大色天下才免于被流放 沈约小的时候 曾向族人乞讨 却被族人侮辱 他之后选择离家出走 他富贵后 并没有因此而记恨族人 因此被同晋人所传送 沈约自有喜欢读书 他的母亲担心他生病 经常把油灯的油缝少一些 让他早些睡觉 其朝初年 沈约被安排侍奉太子 此时沈约花了一年时间 完成了送书记转部分70卷 随后 沈约因母亲年迈请求离职 一年后 消养攻下了健康 但对称帝已是犹豫不决 沈约此时刷足实际 力全消养称帝 消养坚定决心之后 沈约又连夜帮助 消养奇草造书 梁朝建立后 关于齐和帝处置问题上 沈约又主张杀掉齐和帝 以绝后患 可以说沈约是梁朝的开国工程 此时沈约完成了宋朱的定稿 沈约一家在宋七良三代都身居要职 因此沈约在宋书中不免有 宋阳豪门四足的倾向 宋书在寄述60年间留宋历史史词当中 保存了不少的历史资料 当时沈约针对前人编准的宋书 存在的种种不足 他重新改写 同时沈约还补录了14年间的史词 从而是留宋一代历史区域完备 此外沈约还在宋书之中关注了他对 门阀宿族与寒门宿族地位增降 佛教在南朝的传播 与民族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 提高了宋书的深度 沈约长期担任宰相职位 但他自己却对御史台工作很有兴趣 不少人也都认为他适合在御史台任职 但梁武帝对此却表示反对 于是沈约请求辞职 但又得不到梁武帝的同意 沈约便给自己的朋友徐民写信 向他诉说 徐民在梁武帝面前请求让沈约告老还乡 梁武帝没有同意 大臣张这时候 梁武帝同沈约谈起此事 沈约说这是过去的事 何必要再提及此事 梁武帝认为 沈约在庇护庆家便气愤地说 你说这种话还算是忠诚吗 回到家后 沈约仍心神不定 对着床边便坐下以至于坐空而摔倒在地 并因此而得病 病中他梦见其何地用剑割断了自己的舌头 他醒后请道士向上天祈祷说 梁武帝消炎夺权之事并不是自己的主意 此时梁武帝派御医给沈约看病 只好御医将全部情况告诉给了梁武帝 梁武帝对此特别生气 多次前时谴责沈约 沈约最终因恐惧而死他终年73岁 此时南起的开国皇帝的孙子 萧之贤向梁武帝请求修筑南起的历史 萧衍曾当面向萧之贤表示 希望他做梁朝的忠臣 萧之贤就利用自己文史方面的才能 为梁朝的统治者服务 他曾奏请编撰萧衍的文集 并赞美萧衍挂名主编的通史 萧之贤以当代人纪当代士 在南起书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原始史料 关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 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 书中都有所提及 南起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着神秘思想 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吃早 萧之贤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口味 在书中激励鼓吹佛法的力量 从后汉记《宋书》到南起书 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 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萧之贤是南起的宗师 他为其祖父写的《高地本集》 和为父亲写的《豫章文献王传》当中 不惜使用万字的篇幅进行赞美 而对篡权夺位之类的丑行则千方百计的粉饰 对于其他人物 书中也经常按照当时的厉害得失进行取舍 萧之贤作为梁武帝的宠臣 他写《奇梁交界》的历史 则用很多篇幅以衬托萧眼夺权的合理性 诗学是萧之贤所酷爱的事业 在他49年生命当中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 遗憾的是除了南起书外 其他著作都已经遗失 后人为区分萧之贤的奇书 和唐初李百耀所撰写的奇书 把前者称为南起书 后者叫做北起书 梁武帝时期 实力24岁的姚生元 以医术高超被请到公中为皇室治病 梁元帝在荆州继位后 姚生元的儿子姚查被封为原县限定 姚查上任后减轻了赴税姚役 于是人口增多百姓富足 人们至今歌颂他 梁朝灭亡以后 陈朝建立 姚查历任吏补尚书等时 陈朝灭亡以后 他奉造修转梁史成史 然而姚查不久便离世 他临终前告诫着姚思连一定要完成赴愿 姚思连首章鸡马后即上表 请求继续修转梁史 随朝灭亡以后 他受唐太宗命令同魏征一同撰写梁史 此时他已经年过七旬 在父亲已稿的基础上 他又撰写了六年修成梁书与陈书 这两部史书总论为魏征所著 其一部分都是姚思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经 梁书写长后的第二年他便离世 他中年81岁 姚思连去世后 唐太宗为之霸朝一日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 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 落脚点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 对于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政绩 书中做了充分的肯定 梁书对于当时的门法制度 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梁书对于创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的事实 书中很少如知反映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都赶不上梁书 这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思父子 在史学功底上的差距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陈朝江河日下 陈书记载了自陈霸仙继位 是陈书宝王国前后33年的史实 陈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 陈书内容上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 本集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 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著作 魏书记述了显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历史 早在拓跋规建立北魏政权时 就曾经有史官编写代记十语卷 以后崔号等继续采用编年体记录未死 北溪建立以后 魏书凤照撰写未死 当时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 但他只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编撰工作 魏书性格挤照不能公平待人 过去通通有过节的 他都不把他们载入史册 他写史时常常自得的说 你们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 敢碰我卫书作对 我的势必要抬决你们 能让你们上天 要贬低你们能让你们入地 右观点认为 这是卫书的政敌对他的污蔑 北溪的贵族子弟 认为卫书编转的史书不公平 文宣地高仰便命卫书与他们讨论 前后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 有人说他的家人没有被载入史册 有的说书中有随便诋毁他们先祖的地方 卫书非常气愤 说他们是污稿 想对自己加以迫害 文宣地早就看中了卫书的才华 不想加罪于他 然而大臣们却对此事议论纷纷 朝廷于是下令令卫书停止传播发行 此时距离兔拔式政权灭亡不过二十年 卫书中对贵族出身的记载直接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贵族子弟于是到处宣传卫书为会使 此时掌权的大臣与卫书关系密切 卫书还常为他们家人作过转 这两个人不愿意说卫书不真实 便堵塞了沿路 公元563年 卫书被围以众人 但他却出于自保 作死朝政的败坏 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九年后卫书去世 他去世后的第五年北极政权灭亡 卫书此前得罪的贵族子弟趁机将他挫骨扬灰 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 这恰恰证明卫书的秉公祭祀 在唐初编写的故事当中 北极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最多 北极书原名为极书 宋朝时期为区分肖直贤所著的南极书 而更名为北极书 北极书的作者是李百耀 他一生颇为传奇 李百耀从小多病 他的奶奶于是给他起名为百耀 他只有受到家庭影响 后学博文 七岁就会写文章 隋文帝时期 他因父亲的关系进入仕途 成为太子杨永三边的官员 不久他的才华便招来同志的嫉妒 为了避祸 他称病辞官 他父亲去世后 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杨广 为了培植个人势力 曾招离百耀为幕僚 但被他拒绝 于是杨广对其怀恨在心 隋文帝去世后杨广继位 他将李百耀贬出京城 不久杨广被部将语文化及谋害 李百耀则被迫参加了隋墨农民起义 先后跟随着审法 行李子通杜福威 李百耀力劝杜福威归堂 杜福威私立再三 接受了李百耀的建议 几年后杜福威为了让李渊放心 决定资深前往常人任职 走到半路上 杜福威越来越觉得李百耀是个奸邪 于是杀先顿起 此时杜福威不敢公然杀害李百耀 因为李渊早就知道杜福威归堂李百耀功不可没 于是杜福威赏赐给李百耀一壶石灰酒 石灰酒在民间算一种药酒 对于某些级便有奇效 但搞不好就会出人命 李百耀喝下石灰酒后 立刻拉虚脱了 神奇的是李百耀不光没有死 原本的一身术疾还都治好了 杜福威知道这个结果后 他写信给心腹福公石 要求想尽一切办法除掉李百耀 静好在王雄弹的担保下 李百耀逃过一血 杜福威走后不久 福公石就开始准备反唐 对此他除掉了王雄弹 之后他打着杜福威的旗号举兵 又故意放风说李百耀也反了 福公石叛乱被平定后 唐军收出了那封杜福威 要他谋害李百耀的心 此时李渊搞不清 李百耀到底是李还是有 李渊只好取了个折衷的方案 把李百耀扁往外地 李世民继约后 他特地召见了李百耀 君臣相当后 李世民发现他是个人才 于是李世民当即让他随嫁入京 第二年李百耀受命撰写了北七书 李百耀撰写北七书时 有数家北七书可供参考 最主要的是他父亲的遗嘱 李百耀浓厚的天明论思想 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由于他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 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 以高阳为代表的北七统治者的残暴 总结了北七灭亡的教训 李百耀羞耻态度认真 他对于所言碎语 以及一些轰弹不惊的史实 做了大量的删结 这是本书的优点 但由于作者水平缘故 捡起芝麻丢掉机果情况 在书中也是存在的 北七书到了北宋时期 就已经遗失了三分之二的内容 现存的北七书 都是后人依据北史等著作补写的 这使得北七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 李延寿驻北史时 北七书尚属于完整 而北史的北七史部分 则多彩之于北七书 贞观十年 北七书与周书一同进献给李世民 周书为令狐德芬所修 令狐德芬在唐初便建议唐高祖李渊 广收天下书 在唐高祖的支持下 这个计划得以顺利执行 此举为贞观初年 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 创造了有利条件 令狐德芬所做的另一件大事 便是提出了修史 李渊也想借着修前代历史 向百姓阐出唐朝正统性 来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 李渊于是让宰相负责此事 由于李渊时期的高官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的人甚至是前朝的直系后裔 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 他们很难将先人和自己的黑历史公之于众 加之李渊又摆不平修史大臣之间的矛盾 另外李渊虽然启动了修史工程 但他并没有指定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导致了修史工程的停顿 李世民继位之后吸取了父亲的经验 他让寒门和衰落的世俗子弟担任修史的要职 他还明确指定卫生所管辖的秘书间 作为修史工程的管理机关 令狐德芬和卫生起了全面负责的指导作用 有趣的是魏生作为总监 为隋书写了序论 为梁臣其三十个写了总论 但独于周史未写 这反映出他对令狐德芬的尊重 周书虽然只是讲述西魏北朝的历史 但他还兼顾了同时代其他政权的重大事件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的发展趋势 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极赶不上 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写的《男子卑词》 与之相比也有一些逊色的地方 这显然跟令狐德芬负责武朝史的编种工作有关 使他对当时历史发展状况有一个全局的观点 令狐德芬与其他两个编写人 在不同程度上与语文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更重要的是包括唐朝皇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 也都半是西魏北朝古案人物的后代 凡是唐朝的达官显贵 周书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在周代祖先立传 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歌颂 这种情况虽然为武朝史所共有 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由于史料缺乏 再加上他所记载人物多是本朝的权贵的祖先 因而显得比较诗实 他基本上反映了语文政权建立后统治集团内斗的情况 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周书在流传当中 遗诗的部分很少 而且也被后人据北史等书补录 所以他的历史命运要比北七书好得多 在二十四史中 随书的水平最高 由于李世民亲生经历了灭水的战争 在执政之后 他经常谈论水朝灭亡的教训 明确提出了以古为敬 可以见星体的看法 另外当时唐朝集中了一批有才知识 这样随书的修转 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障 因为当时离水昂帝不过二十一年 有许多水朝遗老仍然在世 不少修史的作者 本人就在水朝生活过 有着亲生的经历 关于随书的作者一直有争议 旧唐书称魏征等转 而刘之己的史通则说 颜思谷等人共同撰写 当时参加随书编转的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 开始以魏征为主编 后来魏征去世 由长孙无忌接任 唐大另一部重要的史书便是李延寿所著的南史与北史 李延寿既成父亲李大师的遗志赚成了南史与北史 因此私人修史对能否获得官方认可他并没有把握 于是请令狐得分审查 令狐得分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 并做了一些修改 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请朝廷获得了公开流传的机会 南史记载了南朝四个政权共170年的历史 南史与北史互为姐妹篇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 而是把南朝各史的记传汇合起来 列传则是把不同朝代的父子 祖孙以家庭为单位和卫卷 对于了解门法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 南史中也有宋书南奇书等书未记载的史料 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 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 北史则记述了北朝从公元386年到公元618年 四个政权共233年的历史 北史主要在为其周随誓书基础上进行删定而成 但也参考了当时的杂史增补了不少的材料 梁书的作者李大师一生经历坎坷 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速度极慢 隋阳帝末年政治腐败 李大师却独守清界 隋末农民起爆发之后 他在斗建德手下任职 斗建德失败后他被流放 他在此时做了一篇幅 镇守梁州的阳工人见到此父 很是欣赏他的财学 于是把他招至府内 李大师早有编组南北史的志向 他就利用闲暇时间着手创作 几年后唐朝宣布大赦天下 他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 他的朋友房玄龄此时已经是朝中的高官 他就劝说李大师流失当官 但李大师却想回到河南老家 继续写南北史 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 李大师的第四个儿子 李延寿深受父亲的影响 参观三年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随书的修转 两年后他的母亲去世 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 扶上亲满后他被安排到四川当官 他在闲暇时间里对前几年收集的史料 进行了初步的编排 十年后由于令狐得分的推荐 他参加了禁书的编转 此外李延寿还独立赚成了太宗正典 太宗正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 南史和北史用了他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 主要是八朝的证实 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 一千多卷 李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厂史料的有利条件 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 等于书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 大约是十比一左右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比较平稳的 既为飞红腾达也未遭贬次 他在北史续传中称自己是老子的后人 此举表明他与唐朝皇室是亲属关系 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 又流露出对自己现实地位低下的不满 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 因此他们对北朝历史比较熟悉 所能见到的史料也比较多 另外唐朝起源于北朝 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研究也格外重视 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较为详明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转南北二史的 可是到了北宗看印证史时 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北两史来补足 可见南北二史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 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 这个贡献是当年李延寿所未曾想到的 唐朝灭亡以后 后进的开国皇帝石敬唐 命实任宰相赵莹负责兼修唐史 赵莹拟定了完整的工作计划 该书用五年时间完成 因为成书时 刘旭担任宰相 按照当时的规定 刘旭就成了署名作者 完稿的第二年 七段迹向后进大举进攻 造成了开封数百里内 杳无人烟的惨状 因此修成唐史 在保存史料方面 具有很大积极意义 该书仅流传一百云年 就遭遇到了厄运 宋人中认为该书没有条理 他于是下诏 让宋旗和欧阳修从编唐史 从此署名刘旭所编写的唐书不再流传 直到四百年后 明朝的嘉靖年间 史书才重见天日 后人为区分这两种唐书 把前者称为旧唐书 而将后者命名为新唐书 因为新唐书作者 宋旗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 后人一般研习他们对旧唐书的看法 旧唐书本身的确有不少缺点 但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 有着巨大的功劳 正由于旧唐书的功劳 司马公在修世日通鉴时 唐朝时期的历史 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因为宋朝大体研习了唐代的制度 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 供宋王朝参考 新唐书还新增了旧唐书 所没有的一位字选举字和兵字 新唐书还在列传当中 保存了旧唐书所谓记载的史料 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 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宋人中审读该书后 发现体力与文采均不尽相同 于是令欧阳修修饰为一体 欧阳修出于谦逊 同时欧阳修认为宋旗是前辈 所以他没有对宋旗所写的列传部分 从整书角度进行修改 因而新唐书存在着既旨矛盾 风格体力不同的弊端 欧阳修的另一个史学著作 便是新五代史 五代史史 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 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为止 此时中原第七相继出现五个王朝 反这段历史的书籍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 那时五代时期各朝史录基本没有一诗 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 因此仅用一年半时间便成书 该书原名为五代史 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 便称他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因为成书太快 没有对史料加以慎重的申别 竟将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 而歪曲的史史录入书中 欧阳修在修筑新五代史史 距离旧五代史成书已经过去60年 这个时期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 他采用小说笔记的记载 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提及的史史 就整体而言 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 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朝 这是欧阳修在三凡旧简时 将不少具体史料也一同删去的结果 在编转体力方面 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 把五朝的本级列算综合在一起 依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总的来看 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 新五代史仿春秋比法 但个人后往往影响史实的技术 招致了后人的批评 但是欧阳修毕竟是宋代著名文学大家 他文笔简洁 叙事生动 当时人就认为新五代史与实际不相上下 元朝灭亡南宋之后 根据冠礼元朝左手编写前朝的历史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 女真人 弃丹人 汉人 都为争夺正统地位而互不相让 这一下就持续了六十年 元朝末代皇帝最后决定 采纳宰相偷偷的建议 将三个国家都视为正统 解决这一问题之后 此处的编转工作走上了正轨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群臣争论从来不涉及西夏政权 这与成吉思汗死于西夏有着直接关系 元朝人对西夏深恶痛绝 以找不到存活的西夏人为借口 拒绝编写西夏史 仅以西夏国撰一篇文章来代替 这个今天研究西夏史造成了困难 在元朝修订的史书中 属宋史过程最为坎坷 早在忽必利时期 就提出了修转送死 但因君子繁忙 时局未稳 未能实行 到了第八人皇帝 元文宗时期 他因生长在金陵 从小受到汉文化的熏涛 对汉文化很感兴趣 他编修了一部金石大典 整理并保存了大量元代典籍 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 他甚至提倡 尊孔众儒 但他的汉话遭到了抵制 到了元顺帝继位之后 他很想编转一部宋史 宣告自己是圣子 不过还是没能成功 直到宰相偷偷执政之后 才正式开始编转工作 此时究竟立谁为政统 又成为最核心的问题 按照金灭辽 元灭金的顺序 元朝应该立金朝 辽朝为正统 并且有着半壁江山的南宋 曾向金朝称臣 金朝似乎更应该成为正统 可是对于广大汉人来说 宋朝是当之无愧的正统 如果不把宋朝作为正统 必将激起大规模的反抗 此时女真人和乞丹人的势力 依然很强 最终偷偷主张 参考李元少的南北史 将这三个国家都视为正统 偷偷的主张 意外得到了所有编转者的认同 该问题就此得到解决 负责宋史的主要是张启言与欧阳玄 张启言是元朝首为重元 他既个如仇 有欧阳修的美称 而欧阳玄正是欧阳修的后人 他学识渊博 人称一代宗师 这两人都精通史学 他们用两年时间就写好了宋史 这堪称是一个奇迹 宋史为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他有五百万只内容 他最大限度的采用了原始资料 这些资料最初在北宋灭亡后 从汴京运到了杭州 后来元朝灭亡南宋后 元朝又将这些材料从杭州搬到了大都 在现存的宋代史料中 唯有宋史贯穿了北宋与南宋 宋史的最大缺点就是比较粗糙 由于成书时间短 而且实施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 因此编准工作比较草率 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的鉴别与考定 资料也没有精心的裁减 书的结构毕竟混乱 从整体来看北宋祥而南宋略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 早在伊利亚宝级时期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 辽朝时还沿用了唐朝及五代各国的制度 设立有国史馆 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遗失 元朝后去修的辽史 依据主要是二手资料 辽史仅用11个月便完成 原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的收集和考定史料 再加上校对也不够 因此前后重复史时错误 自相矛盾之处很多 甚至把一件事当作两件事 一个人当成两个或者三个人 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次史中最为突出 辽史的缺陷虽多 但它毕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的历史 其珍贵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辽史出版后约三百年间 辽朝时没有引起史家的重视 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观 金史是宋辽金三史当中编准的最好的一步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 认为他不但超越了宋史辽史 还比元史更高出一朝 金史编得好 是由于原有的底本就好 金史在编准的体力和内容方面 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 他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的120年历史 而且还回顾了女真族建国之前的历史 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处专利了金国语解 用汉语标出女真语的称谓 是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在史料检材及技术方面 他处理也比较得体 避免了像宋史那样强略失当比利失调的现象 技术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 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 特别是本说的表和制使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当然金史有许多不足之处 有重要人物没有列传 甚至无记载 此外金史不提蒙古对金朝的威胁 关于宋经两朝在公元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 也是漏洞百出 宋史和金史都是由元朝史文编写的 都是官修正史 然而宋史和金史两书中的一些记载 尤其是关于两国之间战事的记载 却有不少差异 宋史的编则以南宋移民为主 金史的编则则以金朝移民为主 但是辽金宋三史的审核群 及最终决定权 则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 对待宋经战史相关描述上 元朝的史官态度是松立的 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元朝灭亡后 朱元璋命人撰写了元史 元史几乎成了24史中质量最差的一本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征集史臣编证了元史 他的意图是依此来说明 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 而他自己则是真命天职 这次编写仅用不到一年时间 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 蒙古人没有文字 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 都是后来追溯的 比较简略也有错误 明修原始 由于编修时多采用木质神道碑等现场死了堆砌 而且连剪裁丢阻的时间都没有 加之编修者对蒙古制度也不熟悉 出现了不少的疲漏 又因为当时的编转人员不懂蒙文 考定功夫也不够 造成了元史中出现不少问题 至于史实错误 意因不统一 就更不胜为局 后代学者皆呼吁重修元史 到了清末 史学家柯少民 以元史作为底本 利用明清有关元史研究 又吸收了西方的有关元史的成果 用30年时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撰 该书出版的第二年 北洋政府总统徐石昌 便下令把新元史列入为正史 这样24史就变成了25史 若加上青史稿则成为26史 明史是24史中最后一步 清兵入关后 清朝便着手明史的编准 清朝立足未稳 便造修明史 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清朝想借此来宣告明朝的灭亡 而当时南京的宏宫政权 正与清朝南北对抗 修明史的另一个目的 便是不承认南明政权存在的合法乡 此外 清朝想以此笼络明朝的遗臣 通过编准明史 使那些详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 因此 编准明史的造点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它修史的作用 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 清朝才有能力编转明史 明史成书时 距离初次编转已经过去94年 明史虽然有一些趋逼掩晦之错 但仍得到后世史学家的广泛好评 剑桥中国史认为 明史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 但到了总结清朝历史的时候 却出现了另一幅景象 公元1914年 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 聘请赵尔逊为馆长 赵尔逊到任后立即着手组建筹建工作 当时清史馆国史馆两馆同时筹建 预算也同时递交 财政部上报说 国史馆预算经费每月仅8000多元 比清史馆节省得多 受此影响赵尔逊蒙声退役 袁世凯闻讯后 一面安抚赵尔逊 一面令财政部重述向清史馆拨款 清史馆开馆之初 馆长赵尔逊并未制定详细的工作条例 仅依据馆员专长而分配任务 这致使清史馆组织涣散 因此最初几年虽成稿数量众多 但质量称之不齐 袁世凯并过后 北洋军阀分崩离析 财政上也出现了困难 由于清史馆经费不足 陷入了困难 很多编修者选择辞职 但是到了公元1917年 清史馆的费用更是到了毫无着落的地步 不过 政治负担的减轻 反而让赵尔逊能够放手整顿 然而战争的爆发 打乱了他的计划 此时 馆员由高峰时期上百人降到了不足二十人 仅剩的人员还必须通过找其他工作来维持生计 馆长赵尔逊无奈 值得向吴佩孚 张忠昌等人寻求支持 而他们对此却不感兴趣 公元1926年 凤喜军阀张作霖控制了津津地区 张作霖原是赵尔逊的部下 此时 赵尔逊想从张作霖那里申请一笔拨款 托付一个中间人去游说 这个中间人就是袁金凯 他曾在青史馆任职 后来投奔了张作霖 张作霖对老上次赵尔逊颇念旧情 为青史馆拨了款 而袁金凯也因此重新回到青史馆 并成为实际管理者 袁金凯没空管理具体事务 他又邀请了金良协助自己主持青史的收尾事宜 到了公元1927年 北洋政府失败已经成为定局 此时赵尔逊身体每况愈下 他担心见不到青史面试 他便采纳袁金凯的建议 决定正式勘验青史 部分管员对此持善同意见 希望以勘验后的稿费补发欠薪 而夏孙彤等人则极力反对 他认为此稿错漏太多 此消息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同年8月赵尔逊病故 张作林让柯少敏代任为青史馆的馆长 但实际上 馆内工作仍由袁金凯控制 青史稿的校对和勘验等具体工作则由金良负责 金良对青史稿的发刊极不可待 他将长乡的青史稿搬回自己私宅 继续从事收尾工作 金良在未经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 对袁稿进行了多处改动 在北伐军到达北京前 金良把经过修改过的青史稿刊印了1100部 将其中的400部运往东北发行 剩余700部留在北京 公元1928年6月 南京国民政府占领了北京 接收了故宫博院 并由故宫博院查点了青史馆 在查点过程当中 常任青史馆的编修者发现 刊印出的青史稿被金良擅自改动过 他们尤其对改动过的编修者的名单大为不满 于是他们将留在北京的青史稿进行了编辑 形成了关内版 故宫博院之后召开了青史稿的审查会议 由于参加青史稿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 因此书中误称明末农民起军为土贼 称太平军为粤匪 视陷害革命为苍乱 对此 连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时任故宫博院的院长易培基列举了19条理由 曾请政府下令禁止青史稿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禁查青史稿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 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 青史稿还是有价值的 虽然青史稿由众人编准仓促成书 存在体力和史实上的问题 但他把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档案经过审定 挑选 整理 汇集 便于学者了解清朝的全貌 因此 当时很多学者都不赞同查禁青史稿 其实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禁令 并为真正的禁锢住青史稿的流通 公元1934年 金梁在东北地区将青史稿的官外衣誓本进行了修订发行 这一次的改动 把全书由536卷缩减为529卷 成为官外20本 后来市面上还出现了青史稿的其他版本 在数千年来的浩瀚史册中 知智通卷始终占有义习师帝 并得到许多名家的推崇 司马公的知智通卷与司马迁的史迹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作 自他成熟以来 他就成为历代帝王将相 军政要人的必读书 他由北宋司马公主编 历史19年 他覆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全书约300多万字 记载了战国到北宋建国前的历史 司马公自小就熟读佐世春秋 一心想编出这样的好处 他常常感到 自司马迁颁故以来 史书虽然不少 但没有一部像样的通史 不利于日理万机皇帝的周篮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司马公想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 根据司马公本人的说法 在宋英中时期 他曾经编写了《立棉图》一书 这部立棉图 其实就是日后司马公编转《知识通鉴》的提纲 司马公还奉神中的旨意编写了《国朝百官公经表》 记载了北宋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此外 他又编写了《二十卷的吉古录》《上至福西 下至公元前404年》 这样一来 司马公在编转《知识通鉴》之前 就有了一个个人编转的《上至福西 下至神中继位》的简明《中国通词》 这是他编写通鉴的重有基础 公元1066年 司马公献上了自己写作的八卷本的通字 通字记载了周围猎王二十三年至秦朝灭亡的历史 司马公把通字献给英中皇帝得到了赞赏 英中感念司马公对自己被立为太子的支持 下诏让司马公牵头编写《知识通鉴》 司马公可以自己挑选人员 经费则由朝廷承担 一年后英中驾崩 他的长子宋神中继位 神中知道司马公是个很有能力的大臣 神中便问他对当时时局有什么看法 司马公一语道破了当时的癥结所在 于是 宋神中打算让司马公主持改革 可司马公却拒绝了 宋神中于是找来王安石取行了辩法 司马公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 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积累的争论 之后 司马公的好友因直言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官 司马公愤然上书为好友名不平 并请求退居洛阳 至此 他15年不问政事 一心用在了编转知识通鉴工作上 神中在阅读了司马公的部分出稿后 赞赏不已 以资于往事 有资于智导 特赐名知识通鉴 并把自己数千卷的长书也赐给了他 供司马公编修时使用 神中还提前写了序文 这也是对司马公的一种鼓励 司马公虽然是一代重臣 但在编转知识通鉴的过程中 依然是困难重重 首先 编输的环境不佳 司马公居住相对简陋 其次 资料过于丰富 虽然知识通鉴为集体编辑 但司马公一定要自己过目 导致了日夜不眠 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他仍将生死置之于度外 在洛阳时 他居住一个小阁中 一个老仆人服侍他 他常叫老仆人鲜碎 自己则秉足至深夜 第二天清晨 他继续服按工作 几乎天天如此 他的助手刘寿换了封丝 右手右脚都偏废了 却趁病痛的身影惊息 卧笔修时 一直到死为止 耗尽心力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心血的结晶 遗憾的是 司马公本人并未亲自目睹知识通鉴的问题 在这部剧著正式出版时 他已经赫然尝试一个多月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 由于他记载内容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固有印象 而被封建 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部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公元281年 在河内郡极县 有个叫做佛彪的盗墓贼 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来到了漆黑的牧师之后 火把很快就燃尽 而当时 牧师里刚好堆放着大量的竹简 他随手便捡起了一把点燃了起来 否标借着竹简点燃的功领到处寻找财物 几天过后 有人将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官府 当地的村民在报告官府之前 已经有人偷偷溜了进去 尝试着想要顺手些东西 只是 牧师里能够看到的只有散落一地的竹简 其他值钱的金人珠宝早已经被洗劫一空 从墓葬规格来看 这并非是一般的墓地 当地官府只好上报 此时足迹上报到了晋武帝司马亚耳中 当时 西晋已经建立15年 司马亚听到古墓里发现有大量竹简 预感到 这座牧师的价值非同一般 连忙派官员去整理 最后 整理出来的竹简有足足几十车之度 竹简被送到洛阳后 学生们立刻组建了相关的清理角度 这就是竹书纪年的由来 竹书纪年 比司马迁所住的史迹成熟还要早200年 公元前213年 也就是前统一中国的第8年 淳于月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恢复周朝的封建制 再向李师反对 李师又建议 史书只保留秦国史 其他国家的史书都予以焚毁 民间的长书也必须限期交出焚毁 秦始皇同意了 后来随着楚汉征把秦国自己的史书也一直在战乱当中 这个后人了解秦朝以前历史造成的巨大困难 而魏王墓中所出土的竹书纪年 正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官方史书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上古时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89位帝王时间跨越达到1847年 就在该书发现的第二年 当地官员诛呼了盗墓贼 恰巧赶上剑武帝刚灭了吴国 凯旋而归 听了下面的汇报 剑武帝半开玩笑的说 我看到盗墓者是有功德 否则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真品吗 就这一句话 盗墓者被网开一面 据史料记载 朱书纪年用蝌蚪文写成 他因投出尾气形式蝌蚪而博名 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 这种人质早已经废弃不用 大禅巡迅虽然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他也不能全部辨词 经过前后约20年的努力 巡迅等人从中整理出75篇文献 合计超过10万字 他最初没有名字 引起编年体的体力而命名为纪年 该书也被称为古文纪年 朱书纪年描述了从武帝到战国时期 历代所发生的血腥兵变和军事冲突 譬如此季记载 姚舜宇之间通过善绕来喘位 而朱书纪年却记载 顺和宇都是通过政变来夺取王位 自从朱书纪年被发现 他就一直震动着死学界 其内容与儒家所奉行的大道格格不入 可以说颠覆了人们的三观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 朱书纪年中的故事似乎更加贴近于人性 但他已因此屡次遭到封禁 到了唐代末年 朱书纪年已经逐渐失散 到了宋时期 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朱书纪年的文献 可这本史书到了明朝时期又突然之间出现 史学家们将原末明初出现的朱书纪年称为金本朱书纪年 大部分史学家认为金本朱书纪年是明朝人伪造的 到了清朝时期事情出现了转机 学者们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翻遍了古籍寻找朱书纪年中遗落的文字 最终让部分朱书纪年的原始内容重现人件 他们共同修订版本被称为古本朱书纪年 在2008年学者又发现了楚国的史书 这批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在两年前这批竹简在香港兜售 后经清华校友购买赠送给母校 还因此被称为清华简 经探识室测定证实清华简是上国中文清人物 简的数量一共有2500枚 清华简是被盗绝的 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重得知 简的形式多种多样 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 清华简中的信念部分 记述了从西周初年 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清华简解开了秦人祖先 与西周灭亡的谜团 清华简的算表 还是人类最早的实信制的计算器 它能快速的计算 99.5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的成绩 它因此获得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大权的认证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的史书 春秋两制原本是一年世纪中的两个季节的称为 但在中国先秦时代 也是各诸侯国对历史记载的一种通称 尽管先秦时期出现百国春秋 但由于战乱频发 仅有鲁国的史书喘世 春秋几乎每个句子都阿含褒贬之意 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威严大义 现存版本据传是由孔子修顶而成 此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间 鲁国与众诸侯国的大事 记住了一共242年的历史 春秋一书语言极为简略 每条最多不过47字最少仅1字 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 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 春秋全书分条即是不相联署 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 对书中记载进行了讲解和说明称之为传 判书一文字记载 为春秋作传者共五家 但周始传和夹始传今已不存 后三传合成为春秋三传 左传原名为左是春秋 汉代改称为春秋左传 简称为左传 相传是春秋末年左秋名 为解释孔子春秋而入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左传敢于揭持事情的真实面貌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长旧是研究 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件 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特别是对确理编年题史书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 强调等级字学与中法伦理重视长有尊卑之别 同时也表现出明本思想 它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不仅仅是历史著作 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 它表现在长于技术战争又善于刻画人物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时在未尽时期 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 它不但记鲁国异国史时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 一改春秋流水仗时的祭祀方法 龚羊传又名为春秋龚羊传 它与春秋的起子时间相同 龚羊传起初只是口头传播 西汉的景帝时期它才定稿 龚羊传的作者相传是上国时期奇人龚羊高 它是孔子弟子子下的弟子 龚羊传逐句转述了春秋的经文大义 它和另两传一样 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 大概在西汉末期才合称为春秋三传 古良传也被称为春秋古良传 是战国时期古良次所撰写的儒家著作 它也是西汉时才成书 古良传以语录体和对话体方式来解释春秋 与春秋分合在西汉末期时 就是着几天秋分开流传的